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控张涛里之后 彭帅便彻底失去了踪影 和彭帅相关的信息都在网上遭到了屏蔽 彭帅的安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不仅有多个重量级的网球明星发出声音 对彭帅表示关心和声援 一些国际组织也发出呼吁要求中共当局做出交代 或许是为了平息外界的关注和担心 彭帅终于被亮相 首先一封宣称是来自彭帅的报平安的电子邮件 出现在了中共的官方媒体上 说他没有失踪也没有不安全 然而却是破绽百出 随后又三张彭帅的生活照出现在彭帅最新朋友圈 可拍摄时间却难以确定 就在几天前 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在英文推特账号上又发布了几端视频 宣称是环球时报记者拍摄到的彭帅和同事外出吃饭的情景 以及彭帅参加北京青少年网球决赛的开幕式的画面 试图让外界相信 彭帅过着正常的生活 一切都安然无恙 只是彭帅被亮相 不仅没有消除国际社会的一片质疑 反而引起了外界更大的怀疑和担心 事实上彭帅事件 以及彭帅相关的词汇 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上 仍然是个禁忌 民众不可以讨论这些事情 彭帅本人依然不能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发声 近日胡锡进之流披露那些彭帅的照片和视频 也只是给西方世界看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就看不到 一直试图与彭帅取得独立联系的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赛文表示 对彭帅提出的性秦指控 进行全面公正透明且不受审查的调查 这正是我们最初关切的问题 赛文特别强调 仅放出这段视频是不够的 他仍然担心彭帅的健康和安全 担心性侵犯的指控被封杀和置之不理 赛文还说 我以明确表达应该要做什么 而且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已经表示 如果北京对彭帅消失事件不做出澄清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将取消在中国的所有赛事 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联合国方面 都要求中共当局提供有关彭帅安全的证据 并要求对彭帅所提出的性侵指控 进行透明的调查 尤其是法国驻华大使馆 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 发布了一份中文声明 以表达对彭帅的关切 并呼吁中共履行其打击 针对妇女暴力行为的承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 我们务必要见到他的下落 以及是否平安的证据 我们要求对他提出的性侵指控 进行充分透明的调查 或许中共当局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只得拿出了他们的王牌 就在前两天 国际奥委会发表声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与其代表与彭帅进行的视频通话 称彭帅说 自己安全 且希望隐私受到尊重 但是国际奥委会 对发布的消息完全没有提及 彭帅是否对张高丽提出了性侵指控 如果做出了指控 那中共当局是如何反应的 以及那封发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电子邮件 是否出自彭帅本人 结果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做法 不仅没有平息外界对中共当局的愤怒 反而让国际奥委会也成了国际社会批评的靶子 西方各大主流媒体 几乎都对国际奥委会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体育权力组织全球运动员批评国际奥委会 在彭帅事件中所谓的若无其事的态度 并指责其对性暴力和女性运动员的扶植 展现了可憎的冷漠 人权组织大说国际也表示 国际奥委会通过参与与彭帅的通话 进入了危险的水域 他们应该非常小心 不要参与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 德国之声发表了评论 彭帅事件让奥委会显得可笑成为帮凶 这篇文章说 国际奥委会和中共当局暧昧不清 多年来为世人所知晓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国际奥委会再次突破他们自己的下线 现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这样的显赫高官 也和彭帅进行了三十分钟的视频通话 这堪称丑闻 因为巴赫一定能够根据现有的信息做出判断 彭帅在目前的处境下 不可能自由且不受压力的发生 巴赫以及国际奥委会 让自己被中共的宣传机器无情的利用 德国之声的这篇评论 说巴赫以及国际奥委会被中共的宣传机器无情的利用了 这句话还是太保守 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外界都无法联系到彭帅 包括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的主席都无法联系到彭帅 偏偏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却能够和彭帅视频通话 这当然会引起外界的怀疑 就好像人质被土匪绑架了 外界都见不到人质 只有你可以见到人质 那只能说明你和绑匪是一伙的 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是中共的帮凶 绝对是恰如其分 中共当局大概没有想到 国际奥委会主席亲自替中共换家 居然没有起到效果 这件事情终于让他们恼羞承诺 从彭帅事件爆发 一直都拒绝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的 中共的外交部也终于做出反应 要求某些人停止对彭帅事件的恶意渲染 以及将这个事件政治化 路透社等众多的国际媒体的新闻报道 以及对奥委会主席 以彭帅的通话表示批评 这也让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非常的愤怒 他发出英文推文 称一些西方势力正威胁彭帅和国际奥委会 强惯他们帮助妖魔化中国的制度 此外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新闻 也发表了一篇评论 彭帅露面已经说明了一切 让这件事尽快过去吧 这篇文章说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以官方身份背书 和彭帅进行视频通话 并在官方网站做出相关说明 已经足以说明彭帅的个人安全 并未受到打压或威胁 多维的这篇评论还说 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 因为中国传统的管制型政治文化 对于政治相关的舆论事件 总是习惯性高度敏感 有爆炸性新闻事件发生时 官方总想着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压下来 避免社会进行过多的讨论 这本身是中国式治理的一大特点 从这个角度说 中国的言论与政治自由 确实没有西方那么开放 在中国社会 确实没有放开讨论这件事的空间 但是将这种基于管制文化产生的 舆论维稳治理方式 想象成对彭帅进行的政治打压 也太敏感 太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 将彭帅露面 说成是一个强迫性政治表演 就有点阴谋论到不着调 多维的这篇评论 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即便彭帅在微博里说的事情为真 我们从他的灿烂笑容 也可以判断出 他已经从官方得到了满意的承诺 强迫他进行政治表演的结论 是怎么得来的呢 多维的这篇评论特别强调 既然当事人已露面 并发声 已表示希望生活不被打扰 那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让这件事尽快过去吧 可以推断多维的这篇评论 应该代表了中共当局的立场 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他们已经被国际社会追问的不耐烦了 他们似乎没有想到 他们对付国内冲击性新闻的办法 在国际上完全行不通 他们尤其没有想到 彭帅事件会受到这样强烈的关注 众多的国家以及联合国都发出了呼吁 对彭帅表示支持和关心 并要求对相关的指控进行调查 一个世界著名的女农员遭到了性侵 中共当局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 却让当事人失踪 西方世界对此感到了意外 感到震惊 这一点中共当局根本就无法理解 把这说成是恶意渲染 以及将世间政治化 对于中共来说 基本人权都不在意 女权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女人的性侵指控 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本以为 由国际奥委会主席来背书 证明彭帅很正常 大家就应该相信了吧 没成想 根本没有用 他们真的恼羞成怒 今后的这些天 中共当局大概不会再回应 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甚至有可能会摆出一副 完全不在乎的模样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他们应该做个考虑 在彭帅事件上 向国际社会组出账簿 正是回应彭帅事件付出的代价 他们可能难以承受 甚至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共当局目前的做法 就是认定彭帅 指控张高丽事件根本就不存在 因而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调查 也正因为如此 中共当局不会容许国际媒体 和澳委会以外的国际组织 和彭帅进行直接的会面 从中共官方媒体 伪造彭帅给国际女子网鞋的电子邮件 就已经显示 中共当局将会抵赖到底 会把谎言坚持到底 他们会坚持 彭帅没有指控过张高丽 当局也没有剥夺彭帅的自由 至于外界是否相信他们的说法 是否接受他们的做法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他们不会相信 有人会因为彭帅事件 而真正抵制冬奥会 就算有人真的抵制了 他们也不会太在意 在中共的逻辑里 冬奥会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的 而中共的政治绝对不会向冬奥会低头 中共真正在意的 只是这件事情不能让中国人知道 不能让中国人看到他们在国际压力之下 做出让步 因为中国人才是让他们感到最为恐惧的敌人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大多 Only ogy 大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